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了领班后 我也开始带信任了 好 那今天的主要工作安排就是这些 接下来还是从安全检查方面开始 大家去忙吧 我属于比较严厉的那种 为要求他们必须提前到公司 平时工作中我也会严格要求细节 毕竟我们这行如果出现或遗漏的任何小问题 都有可能造成很大的损失 虽然工作中严厉 实际上我还是很关心他们的 我经常跟他们讲 要珍惜当下 扎实学习 作为新人 你要多专严 多与老师傅学习切磋 将来你的技术一定差不了 你看我们南临车间 工作环境 设备都是最好的 以前的老车间根本没把比 我们的车间分为整级大修工位 和部件大修工位 按大修的步骤 又细分为拆解区 清洗区 测量区 储中区等 更专业的保障了维修质量 车间的工作台面 地面有专人清理 污染公司 都是严格按照卡特比勒认证的标准进行 设备进来都为现在 整齐清洗区清洗 然后再进入车间内进行拆解 保证了设备在拆解过程中 不受二次污染 使用扭力扳手和压力器 能防止螺丝的松动或损外 避免引发设备故障 用专用工具 对设备进行检测 保障机器的正常运行 车间在今年9月 刚刚通过了第4年的五星认证 这是让我们所有人都高兴的事 我相信这些新人们 在最好最先进的车间 又有这么多技术一流的老师傅 代代相传 他们将来也一定是优秀的师傅 在南连车间为客户提供 持续优质的维修服务